大家好,我是蓮蓬頭集水裝置的發明人 在2019年,我們參加智慧財產局的技術博覽會獲得了金牌獎 這個就是當時拿到的金牌 當時參展的集水系統就是我右手邊這一套 我們拿到金牌獎的就是這一套 運用太陽能板來顯示驅動溫度顯示劑 來顯示連噴頭前端的冷水溫度 達到你要洗的溫度的時候,你把它定溫 這個就可以收集前端的冷水再運用 這裡面有運用到一個IC 這一顆IC是法國生產的 法國因為疫情的關係 這顆IC目前已經停產了 也因為它停產的關係,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只好推出了我們左手邊這一套 左手邊這一套是電磁式的 這一套是原來它的目的是在預防山寨用的 那這一套是用電磁來顯示它的溫度 這顆IC目前它的數量也不多 那如果有廠商能夠生產出這個IC 讓它不斷電而能夠散耗電磁 它持續一年以上 我們也希望有這樣的廠商來跟我們聯絡 提供我們作為生產使用 然後在左手邊這一套 這個電磁式的它的水管 我們又做了一個改良 原來這一個設計的話 原來這個設計是要旋轉 整個水管旋轉它是內牙式的 那左手邊這一套 我們設計的話就讓它更進步了 它是外牙式 只要套上去 只要套上去 它的旋轉角度不到90度 就可以把它卡住 它會更好使用更方便 安裝的時候更方便 因為疫情的關係 IC生產現在全世界都缺貨 也台灣的生產速度也比較慢 所以現在我們採用預購的方式 到7月中旬以後才能供貨 如果你在7月中旬以後才下定 一樣可能它交貨的期程 也大概需要遞延三個月 我們只能說 如果你想使用這一套設備的人 想要做到省水省電 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您有這樣環保觀念的意識的人 我們請您能夠儘快地來預購 提早跟IC廠商下單 訂購這個IC 要不然就算您到11月來購買 我們也沒有辦法現貨的提供給您 有可能您也是要遞延三個月 才能夠取到這個產品 謝謝大家